台上小朋友賣力的演出 台下家長也賣力的拍照 要替自家小朋友留下美好回憶 日前北投國小舉辦才藝濟社團發表晚會 校方希望藉由活動提供一個舞台 讓學生可以充分表現自我的才藝 我們希望讓學生在小學階段 除了把他的課程學習以外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有更多的快樂成長的機會 今天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主要是要讓我們家長到學校來 看看他們小孩子在課後的才能方面的發表 一方面讓家長跟學校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 再者也讓我們小朋友有一個成功發表的舞台 讓他們在小學階段有一個成功的經驗 北投國小學生人數雖少 但表演活動可說相當精彩 有元氣太鼓 活力舞蹈 熱舞表演等 展現了學生平日練習的成果 教育需适性适才 才能找到學生的專長 一人檢次聖墾丁校方辦學的用心 開辦16個各項社團 讓學生都有自我的才藝 也建議其他所學校 除了課本上的知識外 也要重視學生才藝 小學校能夠辦大活動真的很不簡單 我們校長還有每個老師用心良苦 教導這些學生表演著有聲有色 這一次的晚會辦得很成功 我在這裡也呼籲 每所學校 大學校也一樣 也要注重他們的才藝 學校就是要自行去發揮學校 該做的事情 不能只有讀書才藝也要表演 未來小子化問題 偏向學校學生人數將越來越少 教學資源便會被壓縮 議員林永宏相當關心偏向學生受教權 希望未來相關單位針對資源分配上 需要更妥善處理 不能影響到學生受教權 我們也期待未來少子化之後 整個教育資源如何做妥善的分配 期待教育處能夠做好分配 尤其一些小校如果廢校或是變分校 將我們節省下來的教育經費能夠用在我們自己的學子身上 我們期待教育處把預算做合理的分配 表演時學生臉上充滿許多笑容 就能看出活動帶給學生們的意義 也期許未來學生都能有自我的一片天 民意新聞莊博君草屯採訪報導